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猜的果然没错 贾成的生意能够突然做大 是因为他把船只租出去给别人做走私生意 之前谭爷的一批古董 就是经他的船运进来的 这我已经跟思喜求证过了 情况属实 走私这么大的事 弄不好 是会进监狱的 徐坤肯定是收了他什么好处吧 睁着眼闭着眼 可惜啊 可惜了贾老对他的栽培和信任 贾老的仪式名望 早晚会会在这个不孝子身上 嗯 这你可真说错了 他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孝子 我问过很多人了 他们都是这么说的 今天那批货几点钟头 晚上八点 我就不过去了 你告诉他们 小心点 老板 有件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什么事儿 说 刚才有个人给了老爷封信 老爷看完信之后 脸色很难看 然后 别吞吞吐吐的 然后就去了码头 他没回家 没有 那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 行了 别回家赶紧 开车带我去码头 好 伙计们 每个人都争取发一件名义啊 好的老爷 这没好多厚啊 是 好 好 行啊 我就要这些 谢谢贾老爷 谢谢太甘心了 大家不要着急啊 人都有份啊 谢谢贾老爷 真是有大好人哪 大家不要着急啊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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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爷 谢谢啊 火到了吗 火还没到 谢谢 不是说八点钟吗 那这怎么回事 怎么发起棉衣来了 这 这 这不是你一吟一吟的吗 下午刚突凤凌运过来 送棉衣的人叫什么 屏丁 屏丁 哎呀 贾老板 丁总工 好久没见了 丁总工 我知道你来找我的目的 你们这样强人所难 不好吧 贾老板 这件事 关系他公司将来的命运 甚至是整个东三省 还希望您能够慎重考虑 你也别白费口舌了 我的想法是不会改变的 也不想重复 告辞 我听说你们家的船运生意 现在是什么货都能运 什么货都敢运 丁总工的话 我有些听不太明白 不过我希望公司里的事 不要牵扯到我其他的生意 谢谢谢谢 来 伙订 这个厚一点 给这位年长的老人 谢谢啊 谢谢啊 父亲 你跟我来一下 孟子云穷不失忆 达不离岛 你记着 无论到什么时候 我们做生意的人 如若发达了 都不能忘本 更不能离异 丢了规矩和品德 做对不起祖宗的事 投机许巧 万万不可为之 谨记父亲训诫 我平时都怎么教你的 你再说一遍 诚信仁义 律己身 将财雅兹 经诗文 凶城四海 买卖市 取之有道 赚金银 取之有道 赚金银 好 如果有一天我发现 你没有按照你说的去做 我绝不轻饶 没想到啊 你这个办法真管用 那批货呢 怎么处理的 走私的货物 我们不能随便处理 贾成是个孝子 家老已经给他敲了警钟 他应该知道该怎么处理 好啊 我们也算为他找回了初心 没让他在外道上 越走越远 是啊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又多了一个支持者 估计江玉成和曹墨清那儿 也没闲着 我们还是不能放松 希望曹墨妃那边 一切顺利 请阁下放心 我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 所有铁路逝世的目击证人 已全部灭口 消息绝对不会泄露出去 老师 甚至际上 巴兰强 大朝 高天君 密电 请观摩 你马上赶到白石处 亲自独战 务必敢在曹莫菲到达之前 将军火运出去 是 娘娘啊 爸爸给你新做新婷 行不行啊 新婷 飞来飞去哦 飞来飞去 好不好玩啊 好玩好玩 你真不去车站上班呀 我有啥脸去啊 那你你要是把实话说出来 会咋样啊 满铁匹钱 我 我说到 那现在司机就白死了 李铁庄也下了误明 你要是不敢说 我就去说 你去 铁路上的事 你跟你们懂什么 那天你没回来 我以为你要顶俩班的 带着妞妞 去给你送饭了 你都看到什么了 好多箱子 还有好多杆枪 就像老老家那把猎枪一样 闭嘴 大爷说 小爷子狐狸也什么 你干什么 你宠孩子嚷嚷什么 我不哭 我不哭不哭 这些话千万别乱说 要是传出去 这个家 去玩了 去玩了 只是可怜这一家人 一个女人 带着五个孩子 这往后的日子 可咋过呀 五个孩子 就是车站那犯调度说的 还要是 是 他 这 行了 诶 妈咋在这儿呢 可算知道了 来 来 嘿嘿 来 去吧 来 来 来 你已经经历了 事前仓促 谁也没有办法 即使不做董事长 你仍然可以为宾夕铁路 贡献力量啊 其实 我并不是非要做这个董事长 而是我不想我爹 一辈子的心血 都毁在我大哥手里 更重要的是 我想为火车司机和李铁柱 讨回公道 你的心情我理解 可是事情比想象中复杂多了 你也做了你该做的 问心无愧了 明月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不辞辛苦 陪我跑了这么远 你别这么客气 我们是好朋友嘛 莫菲 范大哥 大叔愿意讲出实话了 你们给我钱用还帮我找工作 我去说假话 和日本人一起陷害那个司机师傅 也对不起失踪的李铁柱 我 我不是人 何大哥你别这么说 那你现在告诉我火车脱轨的真正原因 到底是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我和李铁柱交搬后 在回家的路上 想起忘了跟他交代工作上的事 我就回去了 我远远地看见他 像往常一样把轨道搬好 当时天特别黑 搬好后 他也没有查看到镇情况 就去给火车打信号了 火车开过来 到站内出了轨 他急忙给站长打电话 然后拿着马灯跑去看 这才发现 监轨位置不对 可他明明搬了轨道啊 那后来呢 日本人很快来了 他们封锁现场 不准任何人靠近 等清理完现场后 我们工长对他说 日本工程师的调查结果是 他没有把轨道搬好 这样他是要坐牢的 而且满铁还需要负责赔偿 司机以及车上货物的损失 他当时就懵了 工长说 日本人交代 要他把责任推到司机身上 就说火车超速 那当时火车的速度 快不快 不快 他给火车打信号 我是亲眼看到火车跑过去的 还有啊 当时火车翻身时 我看到 除了啤酒 好像还有 何大哥 这里没有边缘 除了啤酒还有什么 好像还有很多挡步枪 子弹撒得一地都是 日本人竟然偷运军火 这就难怪 天亮之后在现场除了啤酒 什么都没有发现 日本人偷运这么多的军火 肯定在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啊 何大哥 你还记得铁轨上 用的转折器是什么型号吗 那是俄国的 从铁路通车 一直用到现在 铁轨上现在的转折器 分明是新换的 火车司机和李铁柱 都是给日本人背了黑锅 所以说 日本人是在吓唬你们 让你们不敢讲出实情 用以掩盖他们 偷运军火的这个事实 不行 我们必须要立刻找到证据 阻止他们这场阴谋得逞 质子小姐 您请 事故现场都清理干净了吗 放心吧 我都亲自检查过了 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 事故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是转折器失灵 导致尖轨没能达到正确的位置 失灵的转折器呢 在后面的仓库 在仓库里 不能留下证据 要立刻清理掉 那批货呢 都在仓库里 货要立刻转型 放心吧 我已经增派人员严手戒备 短时间内 不会出现问题的 加强戒备 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叫小心使得万年穿 进去吧 没人 来 茗玉 来 茗玉 换上他们的衣服 在外面接应我们 好 来 那叔 你把这儿处理一下 然后负责警戒啊 好 咱们进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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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这就难怪李铁柱会失踪了 我们必须得把这些证据带回去 转折去也得带上 站长 今天晚上有人来过吗 有人来过 铁路调度过来 送还铁路零件的 一共几个人 三个人 马上带人过去看看 你跟我来 是 大家上车吧 快 何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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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坚持住 我 桑莫 担我和你的ню 那个 公子 下 干什么 湛大大 快 你怎么办 我掩护 他 速简单 不要走你轻松 这样谁都走不了 快 放大狗 放大狗 走 放大狗 快 放大狗 你 走 给我追 会 可以 放大狗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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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怎么会这样 明明很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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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服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人证无证都在中国人那里 就算杀了法庭 那我们也会输啊 你是怎么做是的 不光丢了自己的武器 人还跑了 都是我情敌 没想到那几个门万汉 竟然战斗力这么强 真是愚蠢 就等着令处分不及 知道小姐 事已至此 处分我已经无济于事了 当务之急 我们还是把枪械找回来吧 集合所有车辆 把仓库清空 稍后我会和高田军取得练习 叫他派人协助 大叔呢 他人呢 他是不是坐牢了 还是 大嫂没有 您别瞎想 火车多鬼 是因为转车器失灵 与他何大哥没有关系的 日本人是故意吓唬他的 那就太好了 那他人在哪儿呢 我们怕日本人找他麻烦 安排他坐火车去了外地 爹是胆小鬼人向我们跑了 这孩子 女儿女孩 你爹 他不是胆小鬼 在这种乱世 他敢说真话 他是一个大英英雄 记住了吗 何大嫂 你们收拾一下 赶紧带着孩子 离开这儿吧 这 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给你们找了个旅馆 日本人知道了你们的住所 我怕他们会找麻烦 这里不安全 可 可是我这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那我们赶紧走吧 何大嫂 快进来 这些啊 都是何大哥交代我烧给你们的 这些天千万别出门 一日三餐我都交代好了 就在旅馆里吃 有人给你们送过来 没人 去 去 曹莫菲和丁总工还没回来呢 嗯 也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还没回来 应该就是没成功吧 如果莫菲不能当选董事长 我就辞职 跟他一起离开这里 那公司不是更糟糕吗 那也总比让我眼睁睁地看着 公司毁在江玉成手里抢吧 可是我觉得 跟与谁当董事长比 修好宾夕铁路更重要 这是董事长的心愿 也是曹莫菲的心愿 你真是太单纯了 江玉成对铁路一窍不同 你指望他完成心愿 怎么可能呢 不行 我还是得去找江玉成 你还想再去缺难 总得试试吧 不然会有遗憾的 曹莫菲一下得到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加上尹凤祥高尽才贾成三人 共计百分之六十 高天跟我说呀 尹凤祥的货在长春出了点事 他跟曹莫菲说 假如你帮我把长春的货麻烦解决了 我就支持你当董事长 你看啊 现在假如 曹莫菲要是把长春的麻烦解决了 尹凤祥就会支持曹莫菲 那里外里我们 就有可能损失不少股份啊 少了他一个不影响大局 你不知道 这个丁建平到处在频繁的活动 假如他跟另外两个人要是说通了 另外两个人要是倒戈了 那麻烦不就变大了吗 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小不小也是有可能 我只能啊 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我得想办法把姚君山给拉进来 这样的话呢 算上我 姚君山 曹莫菁 我们三个人的股份就会超过半数 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幺蛾子 都不足为惧了 姚君山是商会会长 他拥有一个在大帅府当差的侄子 不好对付 我呢 倒是有一个办法 进来吧 你就在这慢慢等吧 不过 我也不知道少爷什么时候回来 谢谢 不客气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病病有理了 我一直这样啊 有吗 那你在这儿就慢慢等吧 是吧 我对明月是真心的 为了她 我去日本学中文 搞得我现在 人话都说不明白了 不过 为了明月 我愿意 我愿意 先生啊 你要是真喜欢明月的话 就帮叔叔一个忙 叔叔叔 您别说帮忙不帮忙 您一声令下 我刚到徒弟 你马上就要托 明月 明月 呦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我不是安排吃牛奶 我找你有别的事 呦 哼 找我有别的事啊 行了 找我有别的事啊 行了 说说 找我有什么事啊 江雨晨 你放弃参选吧 是曹莫菲 让你来找我的吗 那倒没有 我只是觉得他比你合适 谁告诉你他比我合适的 只有真正干上了那个人 这个位置才知道合适不合适 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 我跟你道歉 行吗 你为了曹莫菲的事 跟我道歉 好 好 那我问问你 是不是为了他所有的事情 你都愿意做 只要你答应放弃参选 我什么都可以 好 我答应你 放弃参选 你嫁给我吧 我让你嫁给我 神经病 神经病 太晚了 在这住一宿再走吧 张老板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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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总工客气了 快快快 里边请 王老板 里边请里边请 假公子 没想到丁总工亲自迎接我这个小小的股东 受之有愧 江公子客气 里边请 哎呀 尹老板 每天能看见你那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啊 别忘了你答应我什么 放心吧 他答应你什么了 放弃参选 真的 爹爹 清禾毛巾上的工人 因为不加薪的问题又闹起来了 您赶紧去看看吧 他们都坐在大门口等着您去呢 现在不行 我马上要去铁路公司 参加股东会 等我开完会再去处理 让王经理先去安抚一下 爹 王经理跟他们起了争执 都打起来了 现在弄得头部血流 在医院躺着呢 万一我回来晚了 你带着我的 授权书到铁路公司 就能代表我行驶股东的权利 记住 董事长 选曹莫菲 曹莫菲 哎哎哎 时间还来得及吧 来得及来得及 你开车技术没有好 如果还真是我 这个时候应该刚到兰陵 我把你带着 让你带着 我把你带着 我带着 那好 我宣布 宾州铁路公司临时股东会 现在开始 大公子 您是曹董事长的继承人 也是我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你跟大家说几句吧 难得大家齐聚一堂 我也不耽误大家时间 主要是为了选出董事长嘛 咱们就直入正题吧 假如今天承蒙诸位错爱 我曹墨卿当上董事长 再说也不迟啊 对不对 我这边啊 有一个小问题 听说曹家二少爷曹墨菲呢 也想选董事长 可是很遗憾啊 他由于伪造遗嘱 被取消了继承人的资格 股票现在没有了 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 这么重要的会议人没在 怎么办 是啊 我也不明白 丁正宫公 这曹墨菲不来怎么算啊 如果参选者没有按时出席 当然没有资格参选 孟非 这是什么 你 丁建平让我来的 快走 我开了 现在 大少爷曹莫青 是在座的第一大股东 我请求您按照公司的章程 取消曹莫菲参选资格 好 我宣布取消曹莫菲的参选资格 马上投票 曹莫菲到了 帕莫菲到了 帕莫菲来了 参逃 参逃 这么长时间来的出社啊 是 既然大家都无意董事长一职 目前的候选人是曹墨青 与曹墨菲二位 下面我说一下投票规则 每股计为一票 候选人的股份自动计为自身得票 所以曹墨青的得票 起始票数为三千票 曹墨菲零票 大家都有一块纸板 请各位将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的名字 写在纸板上 投票开始 大家已经写下了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 从我开始 我选曹墨菲 曹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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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个人只有一百股 左右不了大局 就不得罪人了 理解 理解 你在研究日 曹墨菲 去 下座 汐 给你 有消息 杨公子 您确认自己没有写错 有吗 我再看看啊 曹沐清 对 我爹啊 就这么安排的 怎么了 丁总公怎么有些显得激动呢 难不成 你跟姚会长私下里 还有一些什么协议吗 还有暗箱操作 好了 到我了啊 我呢 先归归票 这样啊 咱们应该是一万票 姚公子占百分之十五 就是一千五百票 大少爷曹沐清呢 有三千票 加在一起就是四千五百票 哦 那么好戏来了 我手里面呢 大概有七百票 那么如果我把票 投给大少爷曹沐清 那么他就过半了 至于二少爷曹沐飞 无论如何 也没有机会了 罗飞 怎么样了 来来来来 王力一请 曹沐清 曹董事长 来来感受一下啊 这个椅子坐得舒不舒服 上去坐 啊 舒服吗 舒服 曹董事长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了 感谢江少爷鼎力相助 我曹沐清也是个有信用的人 我现在就任命你为总办 江少爷稍等吧 名字有点差 最后一步 董事长 看来你是真的打算做个摔手掌柜了 能者多劳啊 哎呦 我这有些受之有愧啊 别客气了 受之有愧 江雨晨 骗子 我站那儿 谁让你进来的 有你什么事啊 我是董事长 闭嘴 干嘛呢 怎么跟董事长说话呢 董事长他不冷静了 别别别上去 别上去 你的人是吧 你先出去 啊 听我个事 喝口茶啊 我坐着 坐着 我坐着 别生气啊 别生气 哎 潘涛 你太不懂事了啊 疯了吧 干什么呢 我还没问你呢 你答应我什么了 我答应你不竞选这个董事长啊 怎么了 我骗你什么了 可你在帮他 我又没答应你 我不帮别人啊 他给你什么好处了 此时此刻 我就是宾州铁路的江总办 是谁给你的勇气和胆量 对我跟董事长这样的上司 大呼小叫的啊 是不是不想干了呀 我就是不想干了 你能怎么着啊 那我就开除你 然后 以我江总办的身份 我好好地管理管理 曹莫菲 干是吧 哎 那好 现在 我给你新的任命 啊 你去吃当报到吧 你 怎么呢 不同意我开除你啊 我开 开除你啊 去吃当报到吧 好 江玉晨终于掌控了 滨修铁路公司 他认为有了这个仪仗 他就不会再次沦为 日本人的棋子 而会成为那个 下棋之人